爱情这个词汇,究竟由谁来定义它的形式? 婚姻这个关系,又由谁来判定谁才被拥有?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这些制度伴随着上一代,持续灌输烙印在下一代 而当年一台老旧的测谎仪,才将这一切增向大白 晚上好,我是Annie 让我和你分享一段幸福的三人行事如何开始 同时也正式神奇女侠的诞生 故事的开始来到1928年 她是Marston教授William 在Harvard Radcliffe学院任教 这是她的妻子Elizabeth 同样也是一位职场上的女强人 两人将在该学院开展一项关于Deece的理论 并邀请一位学生参与此项目 破于时代的性别歧视 即使她与丈夫拥有相等的教育水平 但却因为自己是女性的身份 而无法得到同等的博士学位 这种思想也促成夫妻俩对女群运动的支持 这天她向William表示 自己将会重新提交博士学位的认证到董事会 但身旁的她却吃望着远方的金发学生 并表示该学生的成绩优越 同时也是个提交申请成为Deece理论的志愿者 她是Olive 志愿成为两夫妻的研究助理 第一天正式报道是 一开始显得大方的妻子 在交代简单的工作项目之后 对她的嫉妒也开始展现出来 不仅嘲笑她的美貌与达到育于常人的标准 同时也提醒着她 不准和自己的丈夫发生关系 性格直率的妻子 得知自己的一字一句无心伤害了她之后 主动向她表示歉意 而她则是强调着 主动参与研究的原因 纯粹是为了学习两性之间的关系 之后的三人融洽相处着 只为了共同完成这项研究 同时也对测谎仪进行升级 让该仪器的测试度更加精准 这一晚 三人进行这第一次测试 第一个测试者是William 通过几个一般的问题 她的答案都正确 图表显示也正常 但是当下的Olive 对测谎仪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只有实验者完全坦露内心 才能验证测谎仪的准确性 接着妻子则提出这个疑问句 怒气匆匆地逃离现场 因为她最害怕的事情终究发生了 Olive则是紧追在后解释着 自己喜欢的人并不是William 而是 当下的Elizabeth拒绝了她的亲吻 并二度把她赶走 在测谎仪的帮助下 任何人的小秘密都一览无遇 这一次测试中 妻子承认了自己对Olive的感情 同时也很担忧三人想要的与世俗观念的冲突太大 当下还反问丈夫 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呢 身为心理学家的夫妻两 选择正面应对这份情感 而不是假装这一切并不存在 直接了当地向Olive提出多重关系的发展 但当下的Olive并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三人则维持着朋友间同事的关系 打破前阵子的冷漠 但在这一晚 他主动找上两人 他们开始向他进行测试 当William问他是否爱上自己 或是爱上自己的妻子 他口中透出的答案全是否认 但身体却背叛了自己 心跳规律和血压显示并不正常 早已对他们动了情 事实是 三人彼此已相爱 不知如何处理这段感情的Elizabeth当下者表示 一个人可以想要很多东西 但并不意味着一切会成真 另一方的Olive只好选择离开 而这一次 Elizabeth选择追上她 三人关系明朗之后 就不再遮掩 可是妻子一直害怕的世俗标准 终于还是出现了 这个消息在校园内迅速传开 于是他们被校方开除了 就在决定将这一切停止时 他却表示自己已怀孕了 随后则搬进他们家 三人决定共同建立一个家庭 直到1934年 他们俩都生了William的孩子 并以Olive是个寡妇的谎言 被夫妻俩收养 来掩饰他们真正的关系 往后的生活中 William尝试与作家为生 Elizabeth担任一名秘书 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Olive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们 一家幸福的定居在纽约郊区 就在1940年的某天 William偶然发现 纽约市的一家内衣店 一开始的他 单纯想要买一套内衣 给自己的妻子 但对方却向他介绍 以恋恶艺术为主题的漫画和照片 之后的William 借由自己的无限想象力 再次以其艺术 去推理当年发明的迪士理论 之后三人共同出席一场角色扮演 对此他还是不赞成 无法接受捆绑这艺术 但就在Olive和William上台示范捆绑 他的忍耐则达到了极点 Olive,别让他给你做这个 艺术感兴趣 在后台四次换上了一套服饰 手持着一条绳索 从后台走了出来 看见这一幕的Elizabeth 则上前主动接过绳索 并再三向她确认 这一切是否就是她的意愿 一开始对William的反对 是对男权社会的厌恶 但Olive自己要求的捆绑 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 最终Elizabeth才愿意完成她的意愿 而并不是当初一昧的服从 正如那一句 女性不应该有别人给自己自由 而是应该自己选择自由 即使两名妻子都不看好 William的漫画创作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极力找出版社 终于找上一家曾推出超人英雄的出版商 但出版商得知是女英雄时 当下就断定这肯定不卖座 而William则是强调 她写出的这个女英雄与众不同 因为凭着自己是心理学家 和多年人类情感分析的经验 她肯定受人民爱戴 更会在未来成为女性的象征 这个女英雄的漫画一炮而红 Marsen的家庭经济也得到改善 商人的性生活尺度也越来越大 角色扮演更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但这一切被误入她家撞见他们姓氏的邻居终结了 世俗再一次打垮这个家庭 侄女们在学校受到欺凌 三人更被周遭的邻居厌恶 Elizabeth当初的担忧再度发生 而这一次彻底击垮了所有人的生活 别无选择的她 最后忍痛做出三度驱赶Olive的决定 Olive离开这个家庭的同时 神奇女侠这漫画也开始受到指责 因为其故事带有明显女童性恋的形象 赤裸和露骨的内容 之后 William也因为这漫画受到儿童局的审问 即使她极力强调该漫画是为了让青年学会如何尊重女性 但当时这过度露骨的漫画 最终在全美国还是被销毁了 憤怒离开审问后的William 急净崩溃 被送往医院后才得知自己即将死于癌症 但在出院以前 William再次要求她见自己和妻子 以帮助他们两和解 甚至代替妻子向她道歉 同时也成功说服Elizabeth 这一次必须服从她 真诚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不是在这段关系中 一直站在主导的地位 两人最终屈膝 祈求她的宽恕 William就像一台测谎仪 让两名妻子正视自己的内心 表达自己的欲望 并引导她们别去理会世俗 而两名妻子分别代表了女性的两面 Olive的漂亮 朴实 善良 纯洁的心 Elizabeth的聪明 凶猛 欢闹 一流的Bitch 两名妻子凑在一起 就是个完美的女人 这世上有些感情你不能接受 并不代表它不值得存在 而所谓的正常 不过是为了方便管理的体制 社会构建出来意义理解的浅薄 一根绳索 仅仅将两位完全不同的女性绑在一起 她们彼此相爱 又不得不对世俗多事妥协 庆幸的是 最后她们并没有忘了爱的本质 终究与爱的名义相伴终老 生活不像漫画一样轰轰烈烈 但它所包含存在的东西却更多 神奇女侠的命运也一样 曾经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唾弃和排斥 但最终还是成了最正值和平的存在 如果你喜欢我的同志影片解说 记得订阅关注并且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